哈密瓜 哈密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 它以皮薄肉厚 香味浓郁 口感爽脆 甜美多汁 而广受人们的喜爱 可是市场上的哈密瓜 品种繁多 琳琅满目 怎样才能买到最正宗的哈密瓜呢 周丽娟是一位返乡创业者 大学毕业后 她选择了去南方发展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在电脑上看到有人在网上卖干果 这让本身从事网络营销的周丽娟动了心思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乡的哈密瓜 因为平时我也在网上购买东西 一般买都是衣服 或者一些工业制品 因为我们哈密是哈密瓜的原产地 然后我们直接从哈密来卖这个哈密瓜 到消费者手里 它是一个点对点的过程 其实中间它是没有任何环节的 所以它可以就是花同样的钱买到更正宗的哈密瓜 周丽娟是新疆哈密人 哈密是哈密瓜的故乡 但是一时一来 哈密瓜都是以自产自销的方式进行销售 瓜农的收益并不高 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已经大大提高 消费者越来越期待 产品能够满足自己个性化的需求 于是便进入了产品加体验的新的消费阶段 在周丽娟看来 如果将哈密瓜与互联网的销售模式结合 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推出哈密瓜的私人定制 一定能获得成功 于是在丈夫的支持下 周丽娟放弃了原有的工作 回到家乡哈密 开始了他网上卖瓜的创业之路 我们是一个瓜对一个消费者 这样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 然后是可视的 品质的 这样一个溯源的过程 让消费者吃这个瓜的时候 他吃得明明白白 方方方方方方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 香甜可口的哈密甜瓜 就传到丹肃敦煌 安息一带 并由此进入汉朝皇宫 清康熙年间 哈密一世回王 格贝都拉 把哈密独有的甜瓜品种 加个把进贡朝廷 康熙地品尝之后 龙岩大粤 赐名哈密瓜 从此哈密瓜名扬天下 因为这个从历史延续到现在 我们哈密瓜这品历史呢 有2000多年了 这个基础呢 非常扎实了 基于就是说 我们哈密人的金庚细作 提供给广大的消费者 就吃到真正的安全 放心优质的哈密瓜 不久 周立圈与哈密瓜 种植合作社展开了合作 通过金庚细作 金庚密作 将世代传承的种植记忆 与原产地的生态 环境条件相结合 以纯天然无污染的方式 培育蜜座哈密瓜 在哈密市以南18公里的南谷乡 有几块特殊的瓜田 田梗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架设着一个摄像头 田地里密密麻麻分布着标牌 每个标牌上都印有不同的编号 有些还贴着个性化的图案和祝福 这就是周立圈开展私人定制的蜜座瓜田 那么消费者是如何在网上进行体验的呢 又如何通过网络参与哈密瓜的种植过程 因为我们这个私人定制是从瓜果种植之前开始预售嘛 你下了订单以后 我们会推送给你一个编码 就是你刚开始看的时候 可能那里什么都没有 慢慢它会发出一个芽 然后会开花 会接出一个小瓜 然后它会长到满月 然后慢慢变大 就是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消费者要进行体验 要参与进来 就需要通过一种互动的方式 了解哈密瓜的生长特性 并能直观地看到它的生长过程 你看这个 就比如说这个小猪子瓜 就是我们现在实验一下 假如说这个主人 他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 输入这个编码NH008192 NH008192 然后点看看我的瓜 然后这个摄像头 它就会转到这边来 然后锁定到这个位置 它现在的时间是18点40 就是10时的 然后这个主人 现在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瓜已经茁壮成长 在这里 原来私人定制的用户 可以使用手机 在微信平台输入哈密瓜的编号后 通过这个平台用户 除了能够看到哈密瓜的生长环境 生长状态 还能够通过输入个人编码 随时查看自己所定的哈密瓜的生长视频 有了互联网 实时直播私人定制哈密瓜的生长过程 相对于普通哈密瓜 这种瓜的种植流长显得更加绿色 全程信息透明 就是我用了什么 没有用什么 包括我用的东西 是不是在标准范围内 是否安全 都可以在我们的溯源系统查询到 哈密瓜营养价值丰富 有瓜中之王的称号 除含有较高的糖分外 还有维生素A、B、C以及钙、钾、铃、铁等元素 在每100克果肉中还有蛋白质0.4克 哈密瓜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和较大的昼夜温差 白天可以充分发挥光额作用 而夜晚的呼吸消耗较小 有利于养分沉淀 因此糖分含量高 味极香甜 而哈密式的南湖香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 周立娟说 私人定制的哈密瓜 全都是绿色无污染的健康食品 在种植过程中 不施化肥不用农药 而是利用一种叫做苦豆子的绿色植物 防病虫害 捕豆子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由于它的枝叶比较苦 埋在地里还具有杀虫作用 非常有利于哈密瓜的生长 不仅如此 在这里还有更严苛的标准 这就是私人定制的瓜具有唯一性 一个月后 正值哈密瓜丰富的季节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瓜农们正忙着收摘成熟的哈密瓜装车外运 今年周立娟的瓜在网上卖得不错 这也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之前承包的几千亩瓜地通过网上销售也被订购一空 让消费者来体验就是我们的瓜它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吃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管理过程和我们这个自然环境它这么独特 所以成就了我们这么好吃的一个水果 哈密瓜的私人定制以点对点的销售模式 直接把瓜卖给消费者省去了中间环节 让消费者吃到真正原产地的哈密瓜 私人定制模式借助互联网和现代物流 让越来越多的哈密瓜走出新疆 在农产品与城市消费者之间 建立了一条指尖上的快速通道 相信通过互联网私人定制的方式 品尝到的不仅是美味 更重要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历史禅殿和智慧结晶 您会自己在家里煮中药吗 中药是怎么煮都可以的吗 在家里煮中药您要注意哪些问题 敬请收看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的 在家里煮中药行吗 中药是我国的国粹 现在随着一股中医热养生热的兴起 喝中药变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不过由于时代发展的飞速 选择服用中药的人又会为在家里煮中药好 还是在医院带煮中药好的问题而头疼 那么您吃中药的时候会为这个问题而纠结吗 您又会如何选择呢 吃中药我还是在家里煮的比较多 还要快 医院等的还要等 还比较慢 因为在家里比较方便一点 要省时间 对于我们打工一串的比较方便 都是我父母他们喜欢在家里面熬中药 熬出来的汤比较浓 而且很快速 很方便的 而且用料比较少的 比较少钱 看来还是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在家里煮中药的 那么在家里自己煮中药真的好吗 会不会因为您的操作不当而影响它的药效呢 今年刚刚三十岁的李女士有着让人羡慕的家庭 她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同时工作也是相当的体面 只要一得空 她就喜欢在家里吃着水果 吹着空调 也可能是夏季的炎热 让她打消了所有外出的镜头吧 可是好景不长 因为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李女士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大不如以前了 她到底是怎么了 我总是手脚冰凉 你看吧 大夏天别人都是一身大汗 但是我的手啊脚啊都是冷冰冰的 你说怎么办 就是跟正常健康人不一样 室外还是火炉一样的温度 李女士的手脚却像在冬天一样凉得让人发慌 起先李女士不是很在意 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她手脚的温度没有一点变化 这才让她多少有些着了急 执被子啊 是啊 我自己来吧 不用吧 不用吧 哎呀妈妈最近我怎么老是手脚冰凉 浑身没力怎么办 没有 好冷的手啊 是不是最近很那个 气球有点气馁那种感觉吧 那怎么办 吃点中药去找个中医 早都跟你说过了 李妈妈是个中药迷 她认为有病就要赶紧去医治 不能有半点耽搁 并建议她去看看中医 因为根据她的经验 手脚冰凉多半是体寒 或者气血两窥造成的 所以只要去医院 看些中药调理一下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中药吧 那个时间比较长 调理时间长 但是肯定长期下来 那个效果是很好的 果然正如李妈妈所想的那样 女儿因为气血不足 体型偏瘦 再加上最近一直压力过大 才造成的手脚冰凉 也就是说 女儿现在就需要稍微调理一下了 当时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 还问我 你是在医院煮还是回家煮 那我觉得还是回家煮吧 因为回家煮又方便 不用天天跑医院 而且煮起来挺快捷的 那还是在家煮比较好 其实很多人觉得 自己在家里煮中药好的原因 也许就是监煮时间 可以自己把控 药材分布上也会谨慎 所以就有很多人和李女士一样 把药材全部拿回了家 回到家 李女士没有半点耽搁 静止走到了厨房 把刚从医院抓回来的中药 一勺一勺地倒进煮药壶里 中药煮好了 李女士小心翼翼地把中药倒进杯子里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就这样 以后的每天 李女士都坚持服用中药 可就在李女士乖乖服用中药的第四天 她就开始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的不舒服 难道是喝了中药的缘故吗 后来我肚子疼吧 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问了我的症状之后 就给我检查了一下 就说可能是天气热 开空调 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 肚子着凉了 李女士肚子疼竟然是虚惊异常 不过自己在家里煮中药真的好吗 药效会起到该有的效果吗 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就把李女士 在家中服用中药里面的其中一味中药 林芝拿去相关部门进行检测 看看自己在家里煮的中药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此时里面有很多杂质 定容完之后 检测员就按照样液和酒精 一比十五的比例进行多糖沉淀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所需要的就是多糖 这个林芝里边最主要起作用的东西 其实最主要是多糖 其实最主要的它主要是有啥作用 就是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提高集体免疫 其实所有的作用 基本上都来源于这个根 来发挥它在临床使用的作用 在中医临床上 林芝主要的功效就是 补气安神 止咳平喘 像心神不宁 失眠多梦 手足腻冷 烦躁口干等 都在林芝的治疗范围之内 所以只要从林女士 自己在家里煮的中药中 提取到多糖 就可以证明 在家里煮中药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乙醇已经加进去了 它在多糖就会开始沉淀 我们要把它放在冰箱四个小时 现在是放在冰箱里面四个小时之后拿出来的 你看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是多糖已经沉淀出来了 现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多糖已经沉淀出来了 随后检测员再通过离心定容取液显色笔色来测试多糖溶液 经过长达将近一天的时间 林芝有效成分多糖溶出测定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我们确实从里面提取到了多糖 也就是说自己在家里煮中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不会失去它应有的药效 不过说到自己在家中煮中药 也有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头疼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会问了 我吃的中药不是粉末的 这样的话我煮起来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中药不是你想怎么煮就能怎么煮的 一旦煮的不好就会损伤药性 自然也就不会起到药道病除的效果了 那么在家里煮中药 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其实按正常来说 无论怎么煮肯定没有专业人员做得好 但是话我说回来了 在家里一定不能煮住吗 其实不是 在家也是可以煮煮 但是他要注意在煮煮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首先这个药一定要进行浸泡 这是必须做的 至少浸泡在30分钟以上 这个浸泡完了之后再进行煎煮 煎煮完了一般第一料煎煮要煎煮个至少的半小时以上 按照古代的用法基本上都是我当时煎煮的药 令出来我当时就喝 同时还要注意火候的把握 这个火不能一直大火 当然也不能一直小火 水的量一般就是在没过药材两到三只就行了 量要是特别少的话 如果东西都跑不出来就是不行了 其实对待不同的疾病我们的操作方法也是不同的 比如服用感冒的中药时就要大火煎煮15分钟后立刻转为小火 不能时间过长 可是如果您煎煮的药物当中有黄禽当归这类药材时 在煎煮时间上就要长了 要求至少煎煮40分钟以上 这时候才能把里面所有有效的物质煎煮出来 而对待特殊用法的药物时 一定要先煎煮15分钟左右 再把其他泡好的药材放进去 因为有些中药里的毒性比较强 只有通过先煎煮后才能使它的毒性降低 比如中药里的草屋千斤子穿屋等 都是具有毒性的药物 最后还有一些贝壳的药物 煎煮时间短的话 药效就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不过除了以上几点需要注意的以外 煎煮中药对水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 很多人在家里煎煮中药时很容易忘记 有时候可能锅都煎糊了 但看到此景后就会加点水继续煎煮 其实这是很不可取的 如果您在家里煎煮中药时 发现煎煮失败后必须倒掉重新进行煎煮 不要觉得浪费而继续服用 以免发生让您意想不到的后果 液体 多汗 方炉 您的孩子缺钙了 看新手妈妈在补钙中走过的弯路 您会给孩子补钙吗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家住北京房山区的许女士是一位新手妈妈 家里的小萌娃不到一岁 从宝宝出生开始 许女士全部的身心几乎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最近几天许女士发现宝宝有些不对劲 我们家孩子出生之后 一直都算是挺好待的 其实也不怎么太哭闹 基本上我记得他是从五个多月开始吧 就能睡整夜觉了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情况不太对头 因为他晚上的时候又开始哭闹了 少能一般哭个两三回 有的时候多能哭到五六回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许女士和众多的新手妈妈一样 学习大量的育儿知识 母乳喂养 腐蚀添加 希望用最科学的方法来养育宝宝 关于宝宝生长发育的一些小问题 许女士依照网上微信群里 以及和一些过来人的交流 基本上自己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次也无例外 我开始觉得他应该是到一个猛长期了 因为婴儿都有猛长期 一般在这个猛长期里 他那个身高体重就会快速地增长 所以他对这个奶量呀 包括他这个饮食的需求都会有增加 所以我一开始想呢 是不是因为他白天没有吃饱 所以到了晚上呢 他这个吃奶的需求更多了 所以就一直要吃 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因为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一般呢就是闹个一周 最多一周他也就好了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和许女士的预期不太一样 一周之后宝宝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又有了新的问题 他晚上还是会哭 而且呢还会大量的出汗 那个基本上晚上我给他换尿不湿的时候 就把衣服给他换了 因为他后背那边就整个全都湿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呢 跟我们一个母婴群里的一些妈妈交流 然后有的妈妈就提出来说 孩子是不是缺钙了 许女士马上上网搜索了婴儿缺钙的表现 发现很多的症状描述都是和儿子重合的 例如睡觉时出汗特别多 人比较容易烦躁 还会有夜哭夜啼夜惊等现象 看到这儿许女士有些担心了 因为我孕期包括现在 我都经常会看一些那个育儿方面的书 然后就那个书上提到过说 如果孩子是那个正常的进食 不管是他是吃母乳还是吃奶粉 基本上都不会存在说缺钙的现象 就只要他饮食是正常的就不会缺钙 所以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去给他补过钙 或者补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想到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宝宝出现了问题 许女士很是后悔 于是马上请假带孩子到医院去做检查 当时大夫说让我给孩子测一个微量元素 就是采了一个止血 然后我就给孩子测了一个 测完之后发现也不缺钙 然后也没发现什么别的问题 既然检测不缺钙 那孩子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你好 首都医疗北京爱玉华父儿医院儿童保健科医生 对儿童保健 婴幼儿早期发育评估与智力开发 婴幼儿养育方式指导 计划免疫 婴幼儿喂养等有很深的研究 人体里的钙有99% 都存在于骨骼和牙齿里面 那么只有1%在血里 我们一般来说 平常通过查血查微量元素 可以筛查孩子缺不缺铁缺不缺钙 但是微量元素里的钙水平 如果不低的话 并不能判断这个孩子就不缺钙 尼医生告诉我们 如果孩子明显有临床缺钙的表现 例如多汗 烦躁 液体等 但是测了微量元素又是正常的 就建议家长再带孩子做一些辅助的其他检查 后来那个大夫说呢 说让那个孩子测一个那个 就是抽一个静脉血去检查 我觉得它这么小 就抽静脉血检查 这个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大夫想想说 要不然这样子就是你去 辅助做一个那个鼓密度的检查 鼓密度检查是婴幼儿是否缺钙的辅助筛查手段 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判断婴幼儿缺钙的依据 许女士宝宝的检查结果显示 严重缺钙 然后这条蓝线呢 是咱们的标准 往这条蓝线往下呢 咱们都认为是鼓密度低 对到了鼓密度低 然后这个它是 在这个红点的地方 就说明咱们孩子 就一百个人里面 可能就 就它属于那个比较 最低最低的那个水平 那咱们平时每天都吃些什么 喝多少奶呢 它正常的那个牛肉 就是一天 四到五回的样子 四到五回的 对啊 然后其他的 就是之前是吃那个 含铁的米粉 现在吃面条 然后正常的饮食 水果什么的也都吃 然后肉啊什么 吃的少一些 肉吃的少一点 对啊 主要是那个蔬菜吃的多 肉吃一些牛肉 然后现在给它吃了一点那个虾 按照许女士的喂养情况 倪医生建议 除了适量补充钙剂之外 维生素D的补充也是非常关键的 咱们母乳喂养的宝宝 如果妈妈补充了足够的钙 孩子每天的奶量也 摄入量达到了足够量 那么宝宝就可以不补钙 但是呢 如果孩子长得特别快 如果还出现了一些 伴随着一些 比如说多汗呀 一击惹啊 烦躁啊 这些症状的话 就有可能需要就诊 有可能需要补充钙剂 在倪医生看来 很多家长其实是混淆了孩子 是缺钙还是缺维生素D 其实六个月之内的孩子 不需要额外补钙 但是六个月之前的孩子 一定要补充维生素D 而且很多孩子缺钙 是因为缺乏维生素D 一般来说 婴幼儿缺维生素D的可能性比较大 家长不知道 如果说咱们不补充维生素D3 补充再多的钙剂 都是没法吸收的 逐月的新生儿 是生后两到四周 需要补充维生素D3 那么要是早产儿 可能要更早一点 是一生下来 就要补充维生素D3 一岁之前的婴儿 每天能吃600毫升奶 无论是配方奶还是母乳 奶中的钙量就够了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母乳妈妈 需要额外添加钙剂 才能在补胃中 有足够的钙补充给宝宝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一定要给宝宝添加维生素D 维生素D可以促进钙和磷子小肠吸收 使钙从血中沉着到生长快速的骨骼内 使骨质变硬 如果缺乏维生素D 奶中的钙不易被吸收和利用 所以缺少维生素D是因缺钙是果 如果奶量足够 首先应该补充维生素D 那么维生素D应该如何补呢 食物中就是除了生海鱼的肝脏里面有一定的维生素D3 咱们平时摄入的乳类啊 蛋类啊 还有肉类啊 第三的水平都比较低 那么水果和蔬菜里面几乎是没有维生素D3的 咱们要补充400到800单位 这样呢 一直到两岁左右 除了直接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之外 还有一种经济实惠的办法 那就是适当的多晒太阳 经常让宝宝在户外活动 因为紫外线的照射 可以促进皮肤内注存的七脱青胆骨化醇 经光化学作用转化为维生素D3 那么宝宝晒太阳呢 一个是要按看季节 咱们春秋季呢 就是晒太阳 应该是什么时候都可以 就是避免正午吧 因为咱们宝宝 最好不要日光直射 这个眼睛和皮肤 抱着宝宝在树衣底下就可以了 那么夏季呢 咱们最好是早晨90点钟 下午4-5点钟 这个时间段 那么晒太阳的时间长短呢 就是从短时间到长时间循序渐进 比如说从10分钟开始 慢慢增加到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这样 可以上午一个小时 下午一个小时 很多家长不知道怎样合理的补盖 盲目地跟着广告走 比如花大价钱去买各种花哨的盖片 给宝宝补盖 其实医学上主张补盖最好的途径是食补 靠饮食的合理搭配来补盖 是最科学 也是最经济的手段 为了给宝宝补盖 许女士特意学了一道菜 奶汁豆腐 豆腐营养丰富 含有钙 铁 铃 铃铭等人体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 还含有糖类植物油和丰富的优质蛋白 其消化吸收率达到95%以上 特别是含盖膏 两小块豆腐即可满足一个人一天盖的需求量 因为是给孩子吃 所以我们没有准备很多 两小块豆腐 一些胡萝卜片 还有一点这个是白菜叶子 把这些胡萝卜片直接搁到锅里烫熟了 好 简单烫过之后 我们把这个菜叶子捞出来 豆腐捞出来之后 把它过下凉水 然后我们把豆腐切成小块 因为一会儿要煎 所以豆腐切的稍微薄一点 等豆腐煎到这个两面都金黄之后 我们把牛奶加进去 然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水或者是鲜汤 我们就用刚才煮豆腐和那个菜的汤就可以 等锅煮沸之后 改成小火 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闻到浓浓的奶香味了 我们把刚才烫过的这个蔬菜 胡萝卜和白菜 放到锅里 好 等这个锅开了之后 我们把它关小火 然后呢 勾一个薄芡 倒进去 然后这个汤汁呢 就浓起来了 这份奶酱豆腐呢 就算是做成功了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我们是给小宝宝吃的 所以呢 不建议添加任何的调味品 不管是糖还是盐 我们就保证它原汁原味就好了 关于宝宝是否缺钙的问题 并不能单纯的靠感觉来决定是否补钙 即使宝宝真的出现了缺钙的症状 也一定要到医院去 请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做判断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缺钙 不建议大剂量的为宝宝补钙 因为摄入钙过多的话 可能会引起高钙尿造成便秘 也会对其他一些矿物质的吸收有影响 精米精面 您还在这样单一的食用吗 五穀杂粮怎么吃更健康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巧吃杂粮 现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主食都偏重于米饭和面食 精米精面虽好 但如果长期只吃精米精面 无形中会对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细的大米和白面 经过这个加工以后 它的一些这个虎混层 还有这个胚芽层都被去掉了 那么这去掉的这些里面呢 有丰富的酸性纤维 有低足维生素 还有一些矿物质 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 就剩下的主要是以淀粉为主 那么这么精白的米面吃下去以后呢 人体特别容易能够吸收 那么对于一些血糖的升高 就非常快 我们称它为血糖生成指数 非常快 就是人体吸收快 那么对于一些三高的病人 可能叫尤其是高血糖的 高血脂的病人 可能吃了一些这样的精白的米面 以后呢 操作血糖生的很快 引起这个血糖控制不太稳定 而在饮食精细化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 用五穀杂粮来平衡膳食 而在那些颜色各异的粮食中 哪些才是五穀杂粮呢 五穀通常是我们所吃的 所有的穀类都叫五穀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就包括小麦 稻穀 玉米 还有这个 鼠类 还有大豆 这个叫五穀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把除米和面之外的 所有的粮食种类 我们都叫做五穀 所以五穀杂粮呢 就是指的一些像 除了米面以外的 比方说大麦 玉米 玉米 还有荞麦 叶麦 还有杂豆类 还有一大类杂豆 比方说红小豆 绿豆 云豆 花豆 鹰嘴豆 通常情况下 我们把鼠类也归结于这个杂粮一块 都成为五穀杂粮 五穀杂粮种类翻多 但每种粮食都有其特点 通常没有经过加工的杂粮 其营养成分被保留的最全面 西班牧的三十指南中 我们特别提到 要多受一些全骨类的食物 就是什么呢 这个食物 可能它就是 比方说一个燕麦 它就是给它压平了 它没有去除它的这个外壳 就是没有去它的 胚芽层 苦滚 它都没有被去掉 整个是个完整的 那么它所有的营养成分 都被保留下来 那些杂豆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五穀杂粮 会怎么来吃 就是说自己可以摄入下去 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 是粗粮细做 粗细搭配 因为你可能经常只是吃 单纯的吃粗粮杂粮 粗纤味比较多 尤其是老人和小朋友吃了以后呢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微量营养素 比方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 粗细搭配更健康 那么该怎样搭配呢 专家为我们推荐了一种 简单又健康的做法 杂粮杂豆饭 那么还建议大家呢 把一些很多的杂粮杂豆啊 比方说刚才说的各种的 大米小米大麦小麦黑麦 什么荞麦叶麦 这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几种杂粮 还有一些像玉米啊 芊石啊绿豆啊红豆啊 都给它混到一起 做一个杂粮杂豆粥 或者是杂粮杂豆米饭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膳食结构 就非常丰富 除了平衡膳食营养 杂粮作为粮食 其养生功效明显 部分杂粮也有去病的作用 那么还有呢像一些 在我们传统中医认为 有去湿健脾作用的 比方说像绿豆啊 芊石啊 还有这个就是蚁仁啊 可以用来煮粥熬汤 这个蚁仁像蚁仁呢 还可以放在肉汤里面煮 可以放在主食里面 像这个绿豆呢 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那么建议大家 在熬食这个绿豆粥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 还是少放一点糖 是它天然的那种味道 杂粮虽好 吃多少才有益于健康呢 专家告诉我们 在最新发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 推荐大家平均每天 至少摄入12种食物 每周至少25种 其实我在这呢 我是希望大家 每天都能吃到 20到30种食物 如果你每天这个 杂粮杂豆粥 或者是杂粮杂豆饭 就有到 10到10几种 甚至20种 那你这个食物多样化 就比较好 因为食物的种类 越多也好呢 就提供给你的 营养素的成分 就越来越丰富 因为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 能提供 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所有的营养成分 通过一个杂粮杂豆 五股杂粮这样的 你看你一天 就能吃到 10到20种食物 这是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 善事结果 然后你再加上 蔬菜水果 再加上这个 鱼芹肉蛋奶 一样吃一点 所以一天 达到20种以上 是非常简单 容易的事 因此 用米面搭配 五股杂粮来使用 从而保证食物多样性 才能够让我们的饮食 更健康 更营养 像我们国人呢 尤其是南方人 都爱吃米饭 那么北方人呢 就爱吃这个 煮食 以面食为主 那么很多时候 经常吃白米饭 尤其是金白的米饭 营养素不足 那么建议大家 在做米饭的时候 放点小米 或者是放点燕麦呀 或者是荞麦 放在里面一起煮 这个二米饭 三米饭 这个煮出来又好吃 也比较好看 那么在这个做面食的时候呢 除了做面条啊 包子 馒头 饺子 烙饼 馅饼以外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 在做这些主食的时候 不妨放一点杂合面 比方说 我们放点小米面 放点玉米面 或者放点荞麦面啊 这样的话就是营养更容易均衡 而且大人小孩都容易能够接受 健康饮食其实很简单 什么都吃 但又适可而止 关爱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就让我们从饮食开始吧 近日网络上在谣传 荧光剂是致癌的潜在因素 也是导致许多皮肤病的罪魁祸首 那么 真如网上传言 荧光剂是收获中的定时炸弹吗 看不见的荧光剂 近日朋友圈被一段小视频刷屏了 视频中的小孩皮肤上和衣物上 被检测出大量的荧光剂 但是很多家长对此却一无所知 宇成是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 聪明可爱 父母视若珍宝 为了让宇成更好的成长 爸爸妈妈尽可能的给宇成更好的生活 这不 在宇成的家里 无论是玩具 衣物生活用品 爸爸妈妈都会给宇成买最好的 尽管这样小心翼翼的呵护着 宇成还是出了事 最近这一阶段呢 我家孩子那个总是在抓自己 说自己身上很痒 看那个有时候都快抓出血来了 完之后也不像看我们看完之后 也不像是文字咬的 平时我们家里面都很注意孩子的尾声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周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带着宇成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说是荧光剂受入太多导致的皮肤过敏 我们平时吃的和用的都非常注意 怎么会有荧光剂呢 荧光剂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荧光剂是一种荧光软料 其实它是一种有机的化合物 它夹在物质上可以增加物质的那种真白 还增加的光泽度 现在荧光剂因为它能够真白吧 所以它能够把我们不好看的 或者那种褪色的挖黄的衣物啊 或者可以进行一些挑白真白 可以让这个物件变得更漂亮 所以现在比较广泛用的在 纺织行业和洗礼剂里头 还有一些纸张 像纸张如果不加这种荧光真白剂 只能会泛黄 荧光剂是肉眼看不见的 但生活中却无处不在 日常生活中则大量用于洗衣粉 清洁剂 纸张 荧光灯等等 而有些无粮商家 用劣质棉货回收棉来做织物 为了颜色好看加入大量荧光剂 如面膜 衣物 毛巾等等 那么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检测 荧光剂的存在呢 为此记者买来荧光测试笔 进行测验 在我手上呢 一支是荧光检测笔 另一张是白纸 我们用荧光检测笔来照下白纸 通过照射反映出来的颜色呢 是白色的 说明这张纸是不含有荧光剂的 那么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 小雨晨平时穿的衣物 让我们检测一下它到底 是否含有荧光剂 通过荧光检测笔的照射 我们可以看出它周围 反映出的颜色都是蓝色的 而且是非常深蓝的 说明这件衣物是含有荧光剂的 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 我们在黑暗的环境中再看一次 通常情况下 人们总认为荧光剂 只存在浅色的衣物中 那么深色衣物是否含有荧光剂呢 现在呢我们来检测一下深色的衣物 通过荧光检测笔的照射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蓝色的斑点 说明这件衣物也是含有荧光剂的 但是它的荧光剂呢含量较少 现在呢我们来检测一下这双袜子 那么它反映出来的颜色呢 是非常非常蓝的 说明这双袜子的荧光剂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从记者做出的检测来看 检测的衣物都是含有荧光剂的 那么这种用荧光笔检测 反映出来的荧光剂真的科学吗 我想很多人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 这只小小的荧光检测笔 检测出的荧光剂是否真的科学呢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理工大学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教授您好 那这只小小的荧光检测笔 真的能检测出荧光剂吗 它真的是科学的吗 可以检测荧光剂 它是科学的 因为这是一个紫腕灯 在紫腕灯照上下的荧光发生颜色 荧光剂发生颜色 这是它的检测的一个主要原理 所以它是可以检测的 但是它灵敏度不高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家庭常用的洗衣液 这个是家庭用的洗衣粉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肥皂 也就是香皂 那么这三个到底是不是含有荧光剂呢 能不能检测出它浓度的多少呢 现在我们请代教授为我们一一检测 这是一个可以测定荧光剂的一个检测板 在这板套呢 如果把荧光剂提上去 它就会显示颜色 然后一会儿我们开始做的实验 这个呢是我们配置的一个 荧光剂的标准样品 因为它呢可以证实 可以跟样品进行对照 证实 颜色一下 荧光剂存在不存在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荧光剂 我们不标准样品的一个显示的情况 然后用于棉签 战手呢 我们标准荣液 然后呢 涂在这个板上 一条线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然后呢 把它放入到我们的紫外分析仪里面去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就有一条黄绿色的一条线 那么这个线的话呢 就证明它是有模拟存在的 然后呢我们占全线洗衣 然后呢涂到这个板上 也不用太规则 就是证明有没有也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放入到里面去 大家看一下 哦 它是发蓝色的 发蓝色的 这是一种蓝色的荧光物质 然后呢 可以非常蓝 说明这里的洗涤液里边 还有 应该还有浓度比较高的一个荧光剂 这是我们配好的洗衣粉乳液 就是用这个洗衣粉 来配置好的洗衣粉乳液 这是洗衣粉乳液 然后呢一会儿我们用洗衣粉乳液做的实验 嗯 好 然后我们找一个棉签 然后蘸起溶液 涂到检测板上 嗯 我们看一下 还是一样的方式 这个的话呢 它就颜色比较浅了 嗯 稍微是浅 浅了 但是呢还是有荧光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话呢 这个洗衣液的话 它没有经过 经过稀释 洗衣粉呢 这是经过溶解之后的话 经过稀释之后呢 所以它颜色并不是很 并不是很深 如果我们可以取点颗粒看看能不能检测出来 如果我们取点颗粒看看 放这个百分能不能检测出来 来看一下 哦 它的颜色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亮的 如果是直接去洗衣粉的话呢 放在上面去也是非常蓝的 非常非常非常蓝 所以这里面呢 也是含有 也是含有 含有 含有荧光剂的 嗯 这是我们配置好的肥皂农液 然后呢 我们同样采取同样的步骤的话 进行一个 嗯 进行一个检测 然后取一个棉签 沾上洗衣粉溶液 肥皂溶液 然后在这涂一下 涂一根线条 涂一根线 然后的话呢 放到这个实际板 这个的话呢 肥皂里面没检测出来 这是没有盈光剂的 它的颜色是什么 这个的话呢 现在也不该就是确定 因为我们这个进行稀释了 所以我们直接取一块 看能不能行 取一块 然后放盈光剂一下 看就是紫外灯下 看行不行 好吧 这个呢 就没有颜色 说明这个肥皂的话 香皂的话呢 是没有盈光剂的 它是不含有盈光剂的 不含盈光剂的 对 不含盈光剂的 以上我们检测三种产品 两种是含有盈光剂的 那么除了绿化品中含有盈光剂 食品中会不会也含有盈光剂呢 那么现在在我手上 拿着的是两块馒头 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馒头 还是豆沙蟹的呢 那么现在这两块馒头 到底是否含有盈光剂呢 让戴教授 我们做一下检测 好 现在我们取一块馒头片 然后呢 用我们这台仪器 看看是否含有盈光剂的 哦 它是发蓝色的 这是发蓝色的 正常的话 应该是没有盈光的 哦 那么这一块做一下实验 这块的话就是不含有盈光剂的 这一块是蓝色的是含有盈光剂的 对 蓝色的含有的 这个是白的是不含有盈光剂的 不含有盈光剂的 对 哦 那么食品中含有盈光剂 呃 天降食品里面去 这个 在 如果说不是大量浮用的情况下 对人体影响不大 嗯 但是如果大量浮用呢 肯定对人体也影响比较大 说到这里 您可能会认为 盈光剂太可怕 防不胜防 但其实 盈光剂是可控可防的 就可以用一个盈光检测机 就可以检测出 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这个虽然是 灵密度不是很高 但是呢 如果对于它有 比较大量的盈光剂来说 就可以检测出来的 什么原因 其实很多人听到盈光剂 都会非常的觉得 非常的恐怖 会惊恐 其实 盈光剂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呃 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是在漂血 漂血干净 呃 漂血干净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 盈光剂不许入口 不能入口 不能入口 入口是绝对不行的 呃 儿童衣服在漂洗以后 没有正常的用清水 多次的漂洗 有些盈光剂 可能会留在衣服上面 如果这个儿童啊 这小孩 他长时间穿有这种 还有 盈光真白剂的衣服 而且这个孩子 又是一种 过敏体质的 这种孩子 那他有可能 就会出现一些皮肤方面的 过敏性的皮炎 啊 有的时候会皮肤出现红疤 脱血 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呢 盈光剂的话呢 没必要大家谈呼变色 盈光剂 随着社会的发展 开发出很多很多的 安全的盈光剂出来 这个盈光剂呢 可以在洗涤液中 洗衣粉中添加 但是呢 呃 在食品中添加 必须在限量以下 适当添加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大量添加 只是为了好看 是添加的话呢 有时候许多的盈光增白剂超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所以呢 呃 既不要谈呼变色 但是呢 也不要认为他什么毒性都没有 放心的 就是 放心的 放开了去使用 这也是不合理的